感谢观看 大家好 各位骁课年会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许愿者 来自台大电机系的学生 我的兴趣是数位电路的设计 还有密码学 然后旁边这位是我的指导学长 JP Chen博士 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个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研究成果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今天要報告的這個講題是 Simple Power Analysis of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這個Simple Power Analysis是一種旁通道攻擊 然後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是資訊安全界領域中 很常用的一種公钥密碼系統 這兩個部分等一下都會為大家詳細的介紹 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綱 首先呢,我會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包含第一部分的這個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突然出現密碼的介紹 還有第二部分,Simple Power Analysis 這個簡單能量分析攻擊的介紹 接下來第三部分 我會跟大家介紹我這個實驗的儀器裝置 分析跟破解的過程 最後附上一些實驗數據跟解錄 第四個部分,我會為這個演講 做一些總結 然後也會給密碼實作者一些小建議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個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那要講這個圖仁區線密碼之前呢 我們要先講一下密碼系統 通常密碼學家會把密碼系統分成兩大類 包含左邊的這個Symmetric Cypher對稱式密碼 以及右邊的這個Symmetric Cypher非對稱式的密碼 那俗稱這個PKC就是公用密碼系統 我們先看一下左邊的這個對稱式密碼 網路上任何想要溝通的兩個節點 他們都會持有一把一模一樣的Secret Key 他們可以透過這把共同的Secret Key 進行高速的加解密 好,那我們常用的這個AES 或是銀行界常用的這個Triple Desk 都是屬於左邊的這種對稱式密碼 那我們看一下右邊這個非對稱式密碼 也就是公用密碼系統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每一個使用者呢 都會有一組Key Pair 包含一個Private Key以及一個Public Key 知道Private Key的人可以很快的推算出Public Key 但是只看到Public Key的人是沒辦法回推這個Private Key 所以我這個反向用紅色的箭頭表示 那這個符合這種性質的公告密碼系統 可以拿來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例如說這個Key Agreement密碼協議 好,那這個傳統比較常用的公告密碼系統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這個RSA 那還有包含這個今天要介紹的這個ECC 這是近年來比較新奇的一種 新式的這個公告密碼系統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ECC的介紹 這個橢圓曲線密碼我們都簡稱ECC 好,這一條橢圓曲線它的方程式是 y平方等於x3方加x加b 是一個y2次x3次的這個多項式 但是它的畫在座標平面上的形狀 大概像這兩張圖的那個曲線一樣 那所以大家不要被這個名字誤導 這個橢圓其實 你在這個圖上看不到任何一個橢圓 就是橢圓曲線事實上是 橢圓這個東東積分之後的結果 所以那個x會多一次 那現在我們考慮這個曲線上的所有點 所形成的這個集合 那數學家定義出兩個基本運算 左邊這張圖會跟大家解釋 這個點加法的基本運算 也就是把兩個不一樣的點加起來的運算 右邊這張圖會跟大家解釋 就是如何把一個點變成兩倍 就是計算一個點的兩倍的公式 先來看一下左邊這張圖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曲線上的 p跟q這兩個點加起來 我的操作會是 先把p跟q用一條直線連起來 那這個直線會交 這個橢圓曲線於第三個交點 那第三個交點在對x軸做這個對稱點 我們就會得到p加q的結果 所以p加q的結果是一個點 那我們看右邊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算點p自己的兩倍 那你沒辦法把點p跟點p連起來 因為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做一條切線 那這個切線會切這個橢圓曲線於p點 那一樣這個切線會交曲線於第三個交點 我們一樣把第三個交點 水平這個翻下來 就會得到兩倍p的這個結果 所以左邊這個運算是告訴我們 怎麼做兩個點相加 右邊這個運算是告訴我們 怎麼把一個點兩倍 那他們不管是點相加還是兩倍 算出來的答案都是一個新的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應用在公用密碼系統上面 這個下面附的是數學式子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剛剛敘述的那些文字過程 畫成式子就長成這樣 好我們選一個private key d 這個d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存量 所以我用中括號刮起來 那對應這把private key的公鈴 就是d倍的p這個點 好所以其實我們剛剛有這個兩個點相加的運算 也有一個點兩倍的運算 其實我們可以不斷的利用這兩個運算 去算出任一倍的p 所以在這個公用密碼系統上 私藥如果是d 那公鈴就會是d倍的某個點 好那接下來會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很快的去算出這個d倍的p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叫它scalar multiplication 存量乘法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去計算d倍的p 這個方面最有名的演算法叫做double and add algorithm 它是一個非常有效率 而且省計議題的一個演算法 我用一個表格來稍微 敘述一下這個演算法的過程 假設呢我們今天目標是要算21倍的p 21 那21我們把它用二進位式展開 就會變成10101 所以這個表格的第一列 全部都是10101 這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這個演算法的過程 計算過程只會用到兩個佔存器 分別是x佔存器跟y佔存器 好那我們可以觀察 其實x佔存器一開始都是1p 應該不是1 就永遠都是1p 然後y佔存器的那個值會越來越大 一直算到我們最後想要算21p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過程 這個策略是說 我們會由左至右的來逐一掃視這個bit 舉例來說我一開始先看最左邊這個bit 這個bit是1 所以我用黃色標起來 所以我現在目標就是1倍的p 所以一開始初始階段 我就把xy兩個佔存器都放入1倍的p 接下來我再看第二個bit 變成10 那10在二晶威的世界中 表示的數是2 這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現在目標要算2倍的p 那剛剛因為我y佔存器裡面有1倍的p 我要得到2倍的p很容易 我做一個2倍的運算就可以 得到2p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如果變成101一次看3個bit的話 這樣是要算出5倍的p 那5倍的p如果我們只把2p2倍 會變成4p 還差1p 所以這時候x佔存器中 這個1p就派上用場 我們下一步再把4p跟1p加起來 就會得到5p 也就是說我先做一個2倍 再做一個點加法 好我們再接下去看第4個bit 變1010 變10嘛 對10 10是5p的2倍 所以很簡單做一個2倍 就得到10p了 再看最後一個bit 101 所以是21 所以一樣先把10p做2倍 變20p 那最後要變21p的話 這個20p要再加這個1倍的p 就會得到21p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只用到4個double 4個這個點的2倍 還有兩次的點加法 也就是add 所以算是非常快的演算法 然後過程中也只用到xy兩個暫存器 而且有一個暫存器其實幾乎都沒有變動 所以這個是10做這個存量乘法很常見的一個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也會是接下來我們攻擊的目標 對用兩個暫存器 好接下來這張圖呢是10做這個ECC 10做椅圓曲線 不管是軟體10做還是硬體10做 會看到的一個這個10做圖 通常大家都會由下而上的把這個ECC做出來 我們先來看最下面那層 最下面那層叫finite field arithmetic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四則運算就好 就是我們小學學的加法 減法 乘法 除法 這是最基本的運算 那有了這些加減乘除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第二層的這個EC Group Operation EC Group Operation 包含剛剛介紹的2倍的p跟p加q 也就是2倍double跟p加qadd 這兩個基本運算 這兩個基本運算是需要一堆加減乘除 來計算出來的 所以它是疊在第一層上面 再來看一下第三層 第三層是EC Scalar Multiplication 也就是剛剛講double and add這個algorithm 會幫助我們去算出第一倍的p 那這個第一倍的p需要不斷的使用 第二層的兩倍的p跟p加q來達成 所以我們放在第三層 那第四層呢就是我們現實生活中會遇到的 也就是這個EC的協定Protocols 那這個攻擊對象是ECDH 那等一下會介紹一下ECDH在幹嘛 ECDH大概用了4次的這個scalar Multiplication 堆疊而出的一個協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協定 這個協定呢可以幫助網路上 兩個節點的使用者 左邊Alice跟右邊這個Bob 他們可以在不用當面溝通的情況下 協議出一把共同的key 然後而且協議過程中 就算有人監聽他們互相傳的風包 一樣也沒辦法得知他們協議出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順序其實很簡單 他們先公開的招告天下 我們用哪一組這個橢圓曲線 哪一個base point 哪一個p 用什麼field這些都先定好 接下來左邊的Alice 自己選一個小A 這個小A呢他要收好 這個小A是他的secret key 然後他就把小A背的p 這個p是一個點 算出來變成大A 大A也是一個點 這個點把它丟給Bob 接下來Bob做很類似的事情 他也選一個小B 我用紅色標示 代表他自己要藏好 不能讓別人知道 那他算出小B背的p這個點之後 變成大B這個點 一樣把大B這個點 丟回去給Alice 好接下來進入第二階段 Alice拿到這個大B之後 他可以做一個操作 就是他把這個大B這個點 拿來做小A背 因為小A是Alice的secret key 他本來就知道 所以他可以做這個運算 A背的b這個點 我們先暫且叫他Q 那Bob的第二個階段 因為他拿到Alice 送過來這個大A 所以他可以算小B背的大A 因為小B是他自己的secret key 他可以擁有 拿他算出來的 我們也叫他Q 所以事實上 這兩個Q是一樣的 他們就協議出這把 一樣的這個密鑰了 那這個為什麼一樣 應該很容易驗證 因為這個 綠色的大B 事實上是小B背的p 那所以小A背的小B背的p 跟小B背的小A背的p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假設這個 現在過程中 有一個很壞的監聽者 監聽到這個大A跟大B 那好像也不能幹嘛 因為他只知道大A跟大B 根據我們剛剛前面 介紹的橢圓曲線 你只知道大A跟大B 你是沒辦法去還原 這個小B是多少 小A是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安全的協定 然後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個ECC有什麼優勢 第一個 它相對於其他公用密碼系統 它的key size 比較小 或是嚴格來講 它為了達到一樣的安全性 只需要比較小的key size 就可以達到一樣的安全性 所以相對來說 它會比其他公用密碼系統 來的有效率 會有這個efficient performance 舉例來說 這個ECC256bit的版本 它的安全性 就跟RSA3072bit的版本一樣 所以誰會有效率 很明顯 第二個優點呢 它是很多單位的這個標準 包含前面這個NIST 美國國家這個標準局的標準 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不但收錄了很多 這個ECC的曲線之外 它還有收錄剛剛介紹的那個協定 也就是ECDH 後面這個組織叫SECG 那是密碼學 蠻重要的一個組織 那本次實驗攻擊的曲線 也是從這個組織定的標準 其中一條128bit的曲線 來做攻擊 好那椭圓曲線的部分 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進入第二部分 介紹這個Simple Power Analysis 簡單能量分析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什麼是旁通道攻擊 就是Side Channel Attack SCA 我們這個密碼系統 會幫助我們把Plain Text 左邊的名文 加密成右邊的密文 Cypher Text 那這些密碼系統 都是經過數學家 跟密碼學家 長時間的驗證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 你要把名文 變成密文的過程中 一定要有一個東東來算 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晶片 後來中間這個晶片 它會把這個Plain Text 當Input 然後算出Cypher Text 當Output 丟出來 它在算的過程中 會洩漏一些額外的資訊 額外的資訊 這邊指的是 明文跟密文以外的資訊 都叫額外的資訊 包含什麼呢 包含它的執行時間 它要算多久 第二個包含False Output 就是它如果算錯的話 它會有一個錯的答案 那也是一個額外的資訊 第三個 Power Consumption 它在算的時候 它需要消耗能量 它消耗多少能量 這個資訊呢 也是可以被拿來利用的 那只要是利用這些額外的資訊 來還原裡面的Secret Key 是多少的攻擊 這我們都統稱它叫Side Channel Attack 那今天使用的這個SPA 是第三種 它是去探討這個Power Consumption 探討這個 裝置在運算的時候 它消耗了這個功率的即時曲線 量這種Power的攻擊 分成兩大支派 第一種叫Simple Power Analysis 簡稱SPA 第二種叫Differential Power Analysis 叫DPA 先來看一下上面這個SPA SPA是去想辦法去挖掘這個 Instruction Leakage 就是它相信不同的指令 它的能量消耗曲線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不一樣的能量消耗曲線 來判斷它在做什麼 Instruction 舉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RSA運算的 能量消耗曲線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有兩種形式的波形 那 比較矮的我們就叫S 比較高的就叫M 其實它在做平方跟乘法 那我們透過觀察波形 可以知道它正在做 S運算還是M運算 我們就可以進而還原出 這個RSA的Key是什麼 那下面這個Differential Power Analysis 它是考慮另一種情況是說 如果Instruction一樣的時候 這個Instruction就算一樣 它處理的資料如果不一樣 也會有所謂的Data Leakage 舉例來說 這是一個AES加密的流程 錄到了波形 我們看這個 綠色的波形 一開始會以為 它只有一條曲線 事實上它有很多條 只是因為疊得非常漂亮 都疊在一起 所以看起來 是一樣的這個Instruction 但是我們放大其中 一段這個Peak來看 一段峰值來看 會發現 裡面是有這個五顏六色的各種峰值 代表它就算做同一個運算 那事實上它如果處理的Data不一樣 它的峰值高低可能也會不一樣 如果是探討這種 Leakage的話 我們就稱之為DPA 下面這類 不過這個實驗用的是上面這種 Simple Power Analysis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這個SPA 需要哪些元件 需要哪些要素 第一個 這是必要條件 它一定要Key Dependent Instruction 它一定要有跟蜜藥完全相關 或是受蜜藥影響的 這個instruction的指令 這樣我們才可以透過 看能量消耗 知道是什麼指令 來還原這個Key 好 這是一個XMega處理器的波形圖 我們先看第一條 第一條是 10個NOP指令加10個MUL NOP指令其實在處理器上就是不做事 然後MUL就是做一個乘法這樣 那我們看 第一張圖其實大家可以看出 有一個分界 左邊好像跟右邊長得不太一樣 那為了驗證這件事情 我們錄第二條 第二條我們 錄20個NOP加10個MUL 的確前面這段被放大成兩倍了 變20NOP 後面這個平移下來 那如果我們再錄一條 最後一樣也是20NOP 10MUL 最後補一個10NOP 就會發現最後這裡又多一段 跟第一段類似的波形 所以這個就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細微道這種處理器上面的指令 像NOP、MUL 其實不同指令它的能量消耗曲線 長得都不一樣 也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個很有 很有可行性的攻擊方法 接下來第二個條件 這個叫Template Profiling 那這個是一個額外的條件 其實不一定要有 有的話更好 Template Profiling是說 如果我可以事先取得這個裝置 就是我可以先對它輸入一些已知的Key 我知道Key是多少 然後我先錄下一些波形 先存起來 當我的模板 以後呢我要攻擊的時候 我雖然不知道Key 可是我可以搬出以前錄好的模板來比對 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快的完成SPA攻擊 但是就算沒有這個步驟 一樣也是可以透過SPA 來還原這個密要 只是可能時間會比較久 那後面會再說明 第三個部分叫做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這個波形辨識的能力 像我們剛剛在介紹這三張圖 都只有我自己在講 像不像 對口說無憑 但是如果有一個程式 或是有一套算法 可以告訴我們兩個波形 到底像不像 用一個數字來表達這個像不像的等級 那這樣就可以讓這個攻擊變得更為精準 那這個後面也會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ECC 到底有沒有Key Dependent Instruction 因為這是必要條件 這個是剛剛實作的金字塔圖 那我們會發現 那個Double and Add的Algorithm中 每次遇到0就會做一個Double 每次遇到1就會做一個Double加一個Add 也就是說 在倒數下面這個第二層 這個2P跟P加Q會洩漏出 這個Key是1還是0 因此我標上紅色的這個顏色 然後標上閃電 代表這一層是有資訊的洩漏 那在下面這一層四折運算 因為這個兩倍的P跟P加Q 都是由這個四折運算加減成數 堆積而成的 所以2P跟P加Q 它的這個加減成數序列 應該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觀察最底層 一樣也會有洩漏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XMega處理器上 它的Double跟Add 就是兩倍跟點加法 它的波形的差異 左邊是Double 右邊是Add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波形大概都會有一些 這個帶狀條紋 然後有些比較粗啊 有些比較細 那我把比較粗的地方標上XX 比較細的地方標上加 事實上這個比較粗的地方 是在做一個乘法的運算 然後比較細的地方 是在做一個加法的運算 也就是說這兩張圖 其實就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甚至可以從波形 看出它在做乘法還是加法 那因為Double跟Add 需要的乘法數跟加法數不一樣 而且順序也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透過觀察這個波形 就知道現在是Double還是Add 那不過 可能有人會問說 怎麼沒有減法跟除法 是不是說好了 四則運算 那因為在 其實在密碼系統裡面 減法跟加法 通常是非常相似的運算 所以這邊就統一用加法表示 然後除法 在實作的時候它非常耗時間 所以 平常我們在做ECC的時候 前面都不會做除法 我們會把它用一個分數的形式來表現 把分母先存起來 分子存起來 算到最後要吐出 答案之前一刻 再把那個除法一次做掉 好 那現在 我們先來看一段這個攻擊的demo影片 好 首先呢 我用的這個程式是metlab 對 這個軟體 然後進到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錄了32條波形 這個波形呢 是我已經知道Key的波形 這個Key是0XFF 全部都是F 好 我們先執行第一支小程式 它會幫我把這32條trace 露了進來 做一個平均處理 會得到一個長像這樣的波形 我們放大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秘密滿滿好幾根 一根一根的東西 這每一根都代表著一個double 或是一個add 因為我數過這個peak 總共有256根左右 接下來我們執行第二支小程式 它會剪下其中一個片段 當double的模板 剪下其中一個片段 當add的模板 這是一個add的模板 因為我現在知道Key了 所以我當然可以 未看現在先剪下 我要的片段說它是double或add 第三個程式呢 是拿個剛剛建好的這個模板 逐一去比對整條曲線 那它會告訴你 在哪個位置比較像 哪個位置比較不像 那像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判斷 它正在做一樣的運算 也就是add 不像的地方 那就是double 那下面 有這個顯示出答案 是全f 沒有錯 紅色這個是一個correlation trace 等一下會介紹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因為這個ff 本來就知道嘛 所以攻擊 比較沒有參考價值 我們在攻擊一組 這個是我自己不知道Key是多少 我只知道32條 那個Key是一樣的 一樣 執行第一個小程式 平均 接下來跳過第二步 因為我們已經有模板了 所以我們不用再建 我們直接執行這個spa程式 這個spa程式呢 它會把剛剛 0xff的那個case 建好的模板 拿來跟現在這個情況 去做波形上的比對 一樣的原理 它會從左到右掃過去 好很快它得到答案 下面有一串 很像亂數的數字 那個其實就是正確的Key 這個紅色一樣是correlation trace 那等一下會介紹 那這個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驗 是怎麼進行的 首先介紹一下我的這個儀器 右下角這塊黑黑的板子 叫Sakura G 它上面有一塊 這個Spartan 6的FPA晶片 你可以燒入你自己想要寫的數位電路 讓它做你要做的運算 這一塊 疊在上面這個白色的板子 叫Sakura W 它上面有一個插槽 可以插入任何一張晶片卡 那一樣這個晶片卡 也可以做一些密碼運算 上面這是一台宏基電腦 這是我的電腦 然後它會透過USB的介面 傳Plaintext 明文 透過USB介面 把明文傳給這兩塊板子 其中一塊 然後板子算一算之後 會算出密文 透過USB把它傳回給電腦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使用情境 就是我電腦希望密碼運算在硬體上面算 所以我就把明文丟給它算文 把答案丟給我 但是在這個正常使用情境下 我們還多用了一個儀器 在左下角 這個叫Picoscope 它是一個試波器 那它會在右邊這兩塊板子 進行密碼運算的時候 透過一個SMA接頭 把這個能量消耗的即時曲線 側錄起來 錄進這個試波器裡面 那錄完之後呢 它會再統一把這些Power Trades透過USB 送給我的電腦 電腦上就可以跑MATLAB小程式 進行攻擊 那這邊講一下我們主要的攻擊對象 那因為這些密碼系統 通常都會現在越來越多這種 物聯網的裝置是需要做密碼運算 因為安全考量 那物聯網的這些裝置呢 通常都是實作在這個 嵌入式系統上面 Embedded System 實作Embedded System 通常有兩種 這種要處理比較繁瑣的工作 包含流程控制 或是大量記憶體讀寫 這種工作呢 我們會交給CPU或是MCU來做 因為這些處理器都是做得非常好 可以處理這些繁榨的工作 那另一種呢 是ASIC或FPGA 那這種是特製的電路 那這個特製的電路 通常會拿來做一些 比較大型的運算 需要加速的運算 或是需要跟硬體介面溝通的運算 我們會用特製的晶片來完成 那這兩個部分呢 我們都分別挑了一個平台來攻擊 左邊這個部分 我們挑了這個ATMail公司的 ATMega8515這張晶片卡 那為什麼要挑晶片卡呢 因為其實很多密碼系統 都是在晶片卡上面運算 例如中華民國的這個自然人憑證 也是做在這個晶片卡上面 那右邊這邊呢 特製電路的部分 我們選這個Sylens公司的 Spartan 6這塊FPGA 那為什麼選了一塊FPGA 其實很多這種 要下電路做ASIC之前 都會先經過FPGA的這個驗證流程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先在FPGA上面 來展現我們的攻擊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錄到波形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同影片 我如果在後面刮號FPGA 就表示這個是在FPGA上面錄到波形 如果我刮號Smartcard 那就是在智慧卡上面錄到波形 因為我們有兩個平台 好 現在錄到這個Trace呢 左邊這條是一個0XFFFFF 全F 128bit的F的這個波形 就是Key是128個E 那它的波形就長得像左邊這張圖這樣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應該大概分成兩節嘛 這邊陣幅比較大 這邊陣幅比較小 那事實上後面這段是在閒置的 前面那段在算 然後算到這裡就算完了 所以這邊它就進入一個Idle的State 所以它在休息 然後它會變得比較小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 show這個放大之後的圖 其實會發現 只有只錄一條 其實雜訊有點大 所以呢 右邊這張圖是我同樣的運算 讓它做了32次 錄了32條波形 然後我把這32條波形 全部疊加在一起 除以32 也就是做一個平均的動作 會得到右邊這張圖 那看右邊這張圖就知道 它比左邊這張圖 好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 最後這段閒置的波形 右邊這張圖 這個陣幅變得比較小 代表雜訊 被有效的縮小 那第二個呢 你會發現 前面這段其實分成兩節嘛 前面 眼尖的人前面其實也看得出來 有分成兩節 但這邊更明顯 那這兩節其實它做的運算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 最前面這段是在做兩倍的P 或P加QE 就是我們最關心的這一段 中間這一小節就是我剛說 因為我們實作的時候 不喜歡做除法 所以除法最後統一做一個 就做在這裡 做這麼久 然後最後這裡在閒置 好 那這個標哪一段在做什麼 其實是最後可以驗證的 那現在只是先標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把 分別把這兩張圖 就是指錄一條 跟32條 平均過後的這個曲線 放大紅色的部分 紅色框框的部分 放大之後會發現 如果不做平均的話 會長得像左邊那樣 這個稱之不齊 你也看不出什麼明顯的規則 因為雜訊 有一定的雜訊在干擾 那右邊這個平均過後 平均過後呢 因為雜訊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可能 平均之後這個雜訊會被減低 那我們在意的 這個instruction leakage 並不會因為平均的消失 所以等於是可以放大這個訊造比 我們會看到右邊這張圖 就會出現比較清晰的 一根一根的這個波形 那剛好影片中有提到 其實仔細數這個 一根一根的東西 總共有256根左右 應該是254根 所以我可以知道 他們一根就分別代表一個double 或一個add 因為我現在錄的是0xf 全f 所以每個bit 都要做一次double跟add 所以現在任務呢 就是要去辨別 每一根到底哪幾根是double 哪幾根是add 不過呢 我們現在因為知道key 所以我現在其實可以 告訴你哪一段是add 哪一段是double 事實上應該是交替出現的 因為現在這個secretkey是全1 所以我就剪下一段 我已經確認是double的 波形存起來放在左邊 剪下一段是add的波形存起來放在右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個波形其實 遠遠看大虛勢是蠻像的 但是仔細看呢 那個水平位置比較低的那一段 那個形狀其實不太一樣 至於為什麼形狀會不一樣 這就跟他中間做的這個加法 乘法減法的順序有關 我用這個紅色的粗筆 先把它描起來 大概就可以看出他趨勢上的差異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拿這個劍桶的模板去比 整條trace 整條波形 到底哪裡比較像 哪裡比較不像 那怎麼比像不像 這邊用了一個技巧 這是引用一個統計學上的工具 叫做皮爾森相關系數 那這個相關系數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個r等於這一串公式 這個相關系數在統計上的功用呢 是可以告訴我們一組二維數據 它的相關性 可以看它左下方這個圖 當一組二維數據 我們把它的x跟y 當成x座標跟y座標 標在座標平面上的時候 如果它的分布 是在一條斜率為負的直線上 那這個相關系數公式算出來 結果會是負1 代表完全不相關 如果它的分布呢 會趨勢於一條斜率是負1負的直線 但是沒有完全落在線上 那它的相關系數就會是負1到0之間 反之 如果這些資料點 它的分布是接近一條斜率為正 但是沒有完全在線上 那它的相關系數算出來就是0到1之間 如果是這張圖 所有資料點都落在一條斜率為正的直線上 那它的相關系數就是1 最後如果這些資料點看起來沒有規則 隨機分布 那算出來相關系數就會很接近0 不過 現在用的不是這個 我們把它拿來做另一個功用 就是波形像不像的辨識 舉例來說 我現在要判斷這個黑色的波跟紅色的波像不像 然後判斷這個黑色的波跟紅色的波像不像 所以我們肉眼一看就知道 左邊比較像 右邊不像 對 但是我們要怎麼用相關系數來算出來呢 我們可以把同樣的這個 x座標上的兩個點 當成一組xy 也就是當成那邊的一個資料點 這個兩個點當成一個資料點 這兩個點當成一個資料點 這兩個點當成一個資料點 我去算這四個資料點的相關系數 當這個相關系數非常接近1的時候 代表這兩個資料走勢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相關系數大的時候 波形就很像 那像這張圖 紅色變小 黑色就變大 紅色變大 黑色就變小 這就是反相關 算出來相關系數會很接近-1 代表兩個波形不像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相關系數的大小 來判斷兩個波到底像不像 於是呢 我把剛剛建好的這個add的模板 拿來逐一掃過整條曲線 每個位置都去計算一次相關系數 那它會告訴我們 這個位置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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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算好幾次相關系數 所以我們會得到一個 correlation trace 底下藍色那條是本來的波形 一樣 那綠色這一條 就是所謂的correlation trace 我會把這個add的模板 加法模板 由左到右掃過去 逐一比對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綠色的波形 到這個除法這裡開始就變很小 變成在這裡 沒什麼相關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就可以告訴我們 我拿一個加法的波形 點加法波形去比對 其實去比這個雜訊 跟去比除法 得到的結果差不多 代表 因為他們都跟我沒什麼關係 所以會變比較小 這邊就可以告訴我們 中間那段其實是在做除法 那前面那段 它是劇烈的震盪 一下很大 一下很小 一下很大 所以這邊就是藏著 我們的double跟add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紅色框框的部分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我們會發現 這個綠色的correlation trace 會有一些這個峰值 然後這個峰值 會以一個很高跟次高的方式交替出現 那事實上 因為我是拿add的波形去比對 所以最高的那種 就是跟這個非常像 跟我的模板非常像 所以那些位置應該就是在做add 那第二個部分 那個比較次高的部分 那個應該是在做double 好那 就可能會有人問說 怎麼其實double跟add好像沒有差很多 那個高度其實沒有差多少 那是因為這個double跟add的這個模板 我們遠遠看它本來大趨勢非常像 所以相關性本來就蠻高的 但是 紅色描出來這個細節的部分 還是有些許的差異 那這個些許的差異 就很穩定的反應在這個峰值上的高低差 因此 這個correlation trace上面的這個峰值高低差 就足夠我們來判斷 現在在做double還是add 我把比較高的地方都標上a 比較矮的地方都標上d 於是我得到一個a跟d組成的序列 這個我們稱之為da sequence da序列 有了這個da序列 就離我們破解這個密鑰非常接近了 我們回想一下 double and add的algorithm中怎麼做的 每次呢 我遇到一個0 我就做一個double 所以 反之 我現在只要看到一個d 代表密鑰裡面就有一個0 我每次遇到一個1 就會做一個double 緊接著一個add 所以我在da序列中 如果看到一個da 一組 那就代表密鑰有一個1 那於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很快的把da sequence 轉成secret key 所以最後這行madev就是這樣算出來了 不過這個部分是 就是key是全f的版本 一個隨機不知道的key 剛剛影片中有示範過了 這邊就不再重複介紹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smart card上面的版本 在晶片卡上面 我們先想一下 剛剛因為想要錄32條來做平均 我先錄個兩條 就發現兩條波形會長這樣 長這樣意思就是沒有對齊 就是好像綠色的比較早一點 藍色的比較晚一點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沒有對齊 其實你直接做平均是很不好的行為 因為你平均 就是你會把不一樣時間點的東西 攪在一起 就可能很難執行這個攻擊 那所以這個沒有對齊的情況 是限時攻擊中很容易遇到的 因為這個限時攻擊上 這個裝置不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要開始算了 開始錄我這樣 不會告訴你 所以很容易會綠落這樣 不是對齊的波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錄30條 錄更多會怎樣 就會像左邊那樣圖一樣 就會非常雜亂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花一些時間 來寫一個程式 把這些波形去做一個對齊 雖然這個比較瑣碎 但是必做 因為你不對齊 沒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那會發現 進行過這個對齊工作之後 可以變成像右邊那樣圖一樣 那些尖尖的東西 全部都對在一起了 這個其實就可以證明 這個對齊了 如果有人想問這些尖尖的東西是什麼 事實上它是在跟這個電腦 USB溝通的時候 能量消耗會比較大 所以也是左外面在計算 右外面已經算完了 好不過我們現在考慮另一種情形 剛剛是一模一樣的32個運算 全部疊加在一起 也就是一模一樣的運算指的是 那個secret key D是一樣的 那個10點P也是一樣的 但是呢限時攻擊中 有可能會遭遇到這種 一樣的P不會讓你連續算那麼多次 例如說像剛剛的ECDH協定中的第二個Face 每次Buff丟過來的大B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會面臨這種 10點不固定的情況 所以這裡呢我錄了30條 10點不一樣 但是secret key一樣的波形 那這時候我們就採取第二種技巧 不做平均了 我們來計算Variance Variance的意思是說去算它的變異數 也就是我會針對每一個 X座標上的很多條曲線 30條30個點來算它的變異數 所以比較高的地方代表浮動比較大 變異數比較大 可能在做這個記憶體的讀寫 或是register的程序 那變異數比較小的部分 可能就在做邏輯計算 這個洩漏資訊會比較少 那這個Variance Trades 會告訴我們在哪裡是存東西 所以事實上它也是隱約透漏著它的波形 透漏著它的 因為我們都是做完加法才要存 所以隱約的一個暗示 它大概在哪裡做什麼運算 所以我們比較辦理 剪下一段Double的Pattern 跟一段Add的Pattern 我這次不標哪個是Double 哪個是Add 沒有人看得出來哪個是Double 哪個是Add 因為太亂了 看起來你要說像也好 你要說不像也好 好像都看不太出來 這個原因是因為這點數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要看哪裡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做一個萃取的動作 一樣我們先錄一個已知的Key 所以我可以知道哪個是Double 哪個是Add 然後我分別去比對水平線上的所有點 哪幾個位置最值得我們參考 值得我們參考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點的表現上 Double跟Add的差異非常大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看的點 那有些點比較沒有用 就是不管是Double還是Add 表現都差不多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捨棄掉 於是我從這個幾十萬個點中 萃取出200個點 然後把它併起來 併成一條曲線 藍色的是Double 綠色是Add 這時候就差距非常大 藍色在比較低的時候 綠色就比較高 藍色比較高的時候 綠色就比較低 因為我選了 最具代表是你的200個點 來當參考 所以他們當然差異會蠻大的 因為這個點數比較少 所以我拿這個pattern 去比對整條波形 事實上可以更快的比對出 哪邊是Add 哪邊是Double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以上時間的結果 首先我們的平台 分成FPGA跟Smartcard 兩個版本 那基本上 都不需要太多的Trace 30條左右都可以滿足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這個BasePoint的情境 FBGA上是把BasePoint寫死 是固定的 然後Smartcard上 BasePoint是隨機的 不過SecretKey都是固定的 SecretKey是一定要固定的 接下來這個階段 叫Template Constructions 就是建模版的部分 FBGA上 因為都做一樣的運算 所以我們用平均化來做處理 Smartcard上 因為BasePoint不一樣 所以我們做Variant 變異數 那因為Smartcard 它沒有對齊 所以我多做一個對齊的工作 做完之後 最後再做這個波形辨識 那大致上 都是用這個 Correlation的方法來辨識 不過因為Smartcard上 錄的點比較多 所以我先做了一個 萃取的動作 Extraction 那這邊要再次強調這個 Template Constructions 就算沒有 我們就算沒有模版 我一樣 可以把那一根一根的東西 分別拿來量量比對 我只要比像或不像就好 分成兩堆 就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所以只是花的時間上會比較久 那如果有Template Constructions 那個階段會比較快 我們就只要比一次 就可以比出來 好 以上是這個實驗結果 最後進入這個演講的結論 那我有三個結論 第一個是 Elegan Reason Make Security 不再足夠 就是演算法的安全 已經不再足夠 因為一個安全的演算法 並不能保證一個實作者 做出來的東西是安全的 所以 變成我們需要考慮這些 旁通道攻擊的風險 第二個結論是說 這個Hardware Security 硬體安全是現在 這個遷入式系統的主要挑戰 好 那因為 硬體安全的難度 事實上比演算法安全還更難 因為 很有可能 在運算過程中 都會洩漏出一些 額外的資訊 那這個也是密碼實作者 必須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也就是說 如果 要下這種安全晶片之前 這個部分 一定要做好適當的評估 這個晶片不能亂下 不然很容易 遭受這種硬體攻擊 第三個部分 就是 這個Countermeasures exist 其實防禦方式是存在的 但是這些防禦方式不外乎 很多都是去做一些 融墜的App 來彌補那個0跟1的差異 因此 它這個相對的會降低Performance 那而且事實上 這些這種做融墜動作的防禦方式 也有更進階的攻擊 可以去攻擊它 所以沒有一個 絕對安全的防禦 只有你願意花多少效能 去換多少安全性 那這個也是一個實作者 必須去取捨的 那我的演講到此為止 希望能帶給大家一些新的觀點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我們現在時間還剩下大概四分鐘左右 所以應該可以開放一兩個提問 各位有什麼想要問講者的問題嗎 那邊 桌上的麥克風直接開就可以講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 你有說要去量這個小號的環環 那你量的是量電壓跟 就POWER的拼上的電壓跟電壓 還是說是怎樣 是量這個晶片的 VCC跟GRUB的電位差 就只量電壓而已 OK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在前段如果說加個電容 或者是說有電感在裡面的話 是否可以解決類似的問題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學長你講好了 學長你講好了 其實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加完電感或加完電容之後 它也會 不管是算0或算1 它也會因為這個電感或電容有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找的是差異性 這也會有問題 這也會有問題 有問題 你好 剛剛看到你們用那個SMA在量測那個波形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量測的話 那個距離 最遠可以到 就是大概一長距離 SMA應該是接觸式的嘛 它是接觸式的 它要鎖在板子 如果是電池輻射方便的話 電池輻射其實也有類似這種供給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做 但是原理非常像 OK 好 謝謝 還有問題想要問的嗎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請教一下 剛才您提到 所持續的這條曲線 是在SET這個標準裡面 128R位置的曲線 是嗎 對 好 那好奇的就是 為什麼會選擇這條曲線 因為SET裡面其實有另外一條曲線 SETP056K1 它其實是 比特P 以及CodeComp 都用這條曲線 對就是如果說是 是那條曲線的話 師傅會更有教育意義 也有一些行銷的效果 比如說您講的 要你給改成 如何扣解比特比錢的話 如何導致比特比 謝謝 這個 其實 這個原因是 一開始這個平台上面 它Input Output 只能送128bit 然後 這個 比較沒有 這個多餘的時間去改那個介面 所以就選了一條 剛好大小的那個曲線 就128bit 對 對 如果我們有更好的板子 上面能夠放更多東西 然後這樣就可以做這個實驗 不過在有限時間 跟有限經濟能力上面 是沒有做這件事嗎 對 因為256bit的版本 那個電路面積有些相對變比較大 所以 也不一定放得下 對 對 好 好 好 前面還有 那 剛剛提到的都是 那些路式系統 所以它運算可能相對量 量比較少 那如果是比方說 在這個iPhone上面 或者是一些 也有比較多 它一定會有contact switch contact switch 等等 那目前有相關研究 或是一些考慮嗎 謝謝 事實上應該是有 有專門 有一些專門攻擊iPhone的 學術論文 在探討這個 怎麼處理那些interrupt的情形 對 那不過我們現在考慮的平台 當然是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對 沒有作業系統的 OK 好 那如果還有問題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條好不好 剩下最後一分鐘 還有問題想要詢問的嗎 沒有 好 那邊 桌上面可以給我打開就可以了 謝謝 因為我們是覺得 我有在桌類似相關的東西 那裡面剛剛我覺得會有兩做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是說 在那個族行院士的部分 因為它的兩個東西的前半段 長得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 在影片式的caraction 只要取後面蛋段 不相似的部分就好 就不會 兩個東西的差距就會分得比較清楚 謝謝 OK 謝謝 對這個應該有用 就是把前面那些 因為太像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比 我們比那個 真的有差異的地方 對應該是 那個相關係數上的差異就會更明顯